待會我們要利用桌面有兩個地方可以上網 第一個其實上網我們用的那個可以上網就是桌面的一個工具叫做瀏覽器 那我們習慣是這一個Google瀏覽器 它的專有名詞叫Kwong Kwong CH它唸Kwong 或者是以前有聽過IE瀏覽器 那是在舊時代的電腦微軟的電腦的瀏覽器 現在換這個 那這個名字叫H 所以如果要上網要找這個圈圈彩色的 或這個E這個字是英文字E 有沒有感覺 所以就是以前舊版的IE瀏覽器的延伸版進階版 那下方也有這兩個 那我說過桌面這個捷徑要快快兩下 快快兩下才叫做開啟這個軟體 或進來你的瀏覽器 好 右上方這一個是如果不小心叉叉就關閉這個視窗 那我先不叉叉之外 隔壁這個叫最大畫 最大畫點一下 如果再按一次它就長這個圖示 這樣還原回來 OK嗎? 那這個畫面只要是不是最大畫 最大畫你要移動不能移 可是這個地方我還原的時候我就可以移 怎麼移? 上方標題列灰灰的地方 有時候標題列是不同顏色 就指的是上面這個標題列 按住左鍵它出現黑白色箭頭 按住左鍵就是可以這樣移動 有沒有感覺? 所以你可以去移動你所有的視窗 那控制大小 邊邊這個是白色箭頭 到了上方有沒有出現一個上下箭頭 按住拖曳就是往下變矮 OK嗎? 如果要把它變高往上又變高了 左右變成左右的一個 你要靠近它身上這邊沒有 這邊才有 所以控制你的寬度高度 可是如果是四個角落是斜斜的雙箭頭 那就是等寬跟高同時進行的 有沒有感覺? OK嗎? 所以最大畫沒辦法去控制大小 它就是填滿整個畫面 你如果要玩控制大小是還原的時候 再去對著邊邊去控制它才可以 最小畫指的是這一顆 這一顆叫最小畫 輕輕點一下 請問這個軟體 我還要再按一次開啟它嗎? 來看下方 因為這個也算其中它的一個捷徑 你會發現這一個地方亮起來了 那你們不會有這個是正常 因為這是我在錄製影片的軟體 好這個地方你輕輕的點它一下 它又回來了 所以下方只是最小畫 等待要讓你被工作的情況的一個圖示在那邊 所以待會什麼時候才會真正不見 叉叉了才真的沒有 那這個是沒有被啟動 就像剛才這個桌面一樣 它是一個要讓你進入的捷徑 所以這邊下方就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全部同學幫我認識 那另外一個如果你要控制大小的話 當你在最大畫你也不一定要按這一顆 你可以對著灰灰的地方按住它就可以又縮小了 或者快快兩下它又變大了 來再一次喔 這一顆你可以控制它 或者對著它快快兩下放大 按住就變小 看你會不會玩這樣的一個控制點 這個是所有的視窗大小大大 控制的一個概念是這樣的 好請各位幫我先準備上網 快快兩下練習張台這三顆鈕 好然後叉叉下方練習一下 一顆鈕就好了 最後幫我最大畫 準備待會我要的右上角這個選項叫圖片 待會我會解釋 來先到這邊 先到這邊 好